1月25號 德國《明鏡》週刊披露了一方 由100多名中國問題專家、學者和人權活動人士 致歐盟機構的公開信內容 信中說 儘管存在種族清洗、強制勞工等 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 歐盟機構領導層仍然和北京簽署了歐中投資協議 而且協議也沒有要求中共政府 做出任何有實際意義的承諾 確保奴工等反人類罪行被終結 德國總理默克爾被認為是這份協定的主要推動者 作為目前歐洲理事會的輪值主席 他在反對聲中推動歐盟各國敲定了這份和中共的協議 根據協議 北京將防寬限制在華運營的歐洲企業 包括不再要求他們必須通過建立合資企業的方式運營 與中方分享敏感技術等 但是公開信批評 這份協定是建立在對中共性質幼稚的理解上 不僅加劇了歐盟對中國現已存在的戰略依賴性 中歐投資協定最終獲得 和各成員國議會批准徵需大約一年左右的時間 另外 他還需要接受布魯塞爾歐盟議會的審議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研究員菲利普勒科雷表示 這項協議主要是為了取悅少數德國跨國公司 香港問題和新冠疫情大流行 讓歐洲公眾對中共政權感到失望 反對者有可能獲得足夠多的票數 阻止協定在歐洲議會獲得批准 現在很多人不管是國際社會還是歐盟 其實也有很多人反對 那麼這樣的話呢 最後這個協議能不能在歐洲議會通過 還是一個未知數 要看歐洲議會的這些議員們決策者 他們是不是能夠聽取民意 他們有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 有沒有相應的決斷力 那麼這對他們是一個考驗 據悉 公開信的簽署者包括了 倫敦經濟學院 普林斯頓大學的學者 世界維吾爾人大會主席多里昆 艾莎 意大利前外長迪聖阿加塔 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的中國性別權力 與人權問題專家艾文斯教授等 如果要更改變這個結果的話呢 我覺得可能需要歐洲各國的議會 甚至需要美國做出更大的遊說 和更大的壓力才可以 當然在這個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開始 至少就表明歐洲的那個學術界和那個異議界人士 都認識到了這個問題 《紐約時報》報導認為 雖然協定已經達成 但在歐洲和華盛頓都面臨政治反對 可能讓其最終失敗 21號 歐洲議會舉行了視頻會議 以絕對多數通過譴責中共 鎮壓香港民主人士的議案 同時也發出警告 在表決是否批准中歐投資協議時 將把包括香港問題在內的中國人權整體狀況 作為重要考量因素 和立委會議所提供當劫亭 入圈界的人士的議案 在市場中 當劫亭高全市民主社大部 在市民間在公體的議案 某些公司 所提供的議案 21號 而在市民主社大部 協議中 曾經 5 8 感谢观看